9万8万 太贵了吧 我以前怎么买得下手啊 这个也帮我包起来 没问题 小李 你喜欢这双鞋吗 要不要试试看 不用啦 我只是看一下 我觉得很好看啊 我们一起试 麻烦你 还要一双套的尺寸 好 你是24号对不对 麻烦你谢谢 好 谢谢 朱小姐 你真的很适合这双鞋子 穿上你的气质还有这套衣服 简直是完美 小李 这双鞋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一起买 麻烦你帮我们都打包 好 不用啦 这双鞋太贵我买不起 我可以送你啊 我记得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个牌子的鞋吗 那些鞋子都要他买一双一样的给你 连鞋子都要他买一双一样的给你 你要帮脸啊 特别之前购物台那个主持人啊 以前我在台北店的时候他常来啊 但每次来都只醉布 好痛 不用了 我不喜欢跟人家穿一样的鞋 小李 你生气了 对不起啦 我不知道你不喜欢跟别人穿一样的鞋 你不是一直都在加拿大吗 怎么会做到喜欢什么牌子的鞋子 因为我上网查过你的资料啊 看到了之前的新闻画面 所以我才以为你喜欢那牌子的鞋 你为什么要查我资料 你要做什么 当然是为了我哥 你之前发生那么大的事情 不到一个月就跟我哥结婚 不觉得太快了吗 那是因为 你是想说你们是为了颜甜才结婚的对吧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块甜的价值 我想你比我还要清楚 我哥会回来月村就是为了完成阿公的心愿 就算晒不出阿公味道的盐 他大不了回到加拿大 可是你呢 你已经一无所有 要不是为了我们家的财产 你非跟他结婚回来月村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像你这种爱慕虚荣的女友不是没有见过的 哪里有钱都往哪里去 一有机会就准备要离开 你怎么可能心甘情愿意跟他回来待在月村 对 我的确是爱慕虚荣 但我现在 你刚愿是想说 你是真的爱我哥吧 你是真的爱我哥吧 既然你们是为了盐田才结婚的 那等完成继承之后我就要看看 到时候 就跟我跟李 李哥 有跟你在一起吗 我哥 今天晚上不会回来 阿建 我说 藏库失火了 藏库失火了 夏业 我希望他们马上离婚 你该不会听了我妈那几句话 就想放弃吧 这就是你早晚都会离开的最好证明 不要再骗你自己骗我哥 你根本不可能一辈子待在月村 我一直都说我不可能离开这个地方 可是当初你就是这样被他带走的